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网收到很高关注的一个贴文 在我们国家唯一连真正的路人都知道的 引起现象级热潮的台湾电视剧 大家猜猜看 流行花园 想见你 炼香 答案是 开风有个 抱今天 当时各种喜剧节目 电视广告 甚至是时事节目 也都在模仿包今天的台词 进行情景剧模仿 在报纸和新闻中 还分析了包今天的受欢迎原因 那时候也有政治专栏说 需要像包今天那样的政治家 街上的孩子们也会喊着 狗头渣 玩包今天的游戏 甚至在韩国也拍了广告 真的是红遍了韩国大姐小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完全赞同 这个甚至还上了九点新闻呢 展昭 我的第一个外国男友 包今天真的是经典啊 小学生们还会在额头上贴上月亮形状的贴纸 一边喊着狗头渣一边玩 小学时期我超迷这部剧 里面那个女巫 还是某个反派女人 我很喜欢她 她一抬手 不就会哗啦哗啦地展开 可以在上面行走 我当时超想要那个能力 这部剧好看的原因 就是因为每次都让反派得到彻底的惩罚 每次都用刀斩他们 真是太过瘾了 我太喜欢展昭 甚至还买了书来看呢 我还以为是台湾版的流行花园 山菜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高考满分的考生 还是全国第一名什么的 接受采访时说 自己在看包青天 我超喜欢包青天 这部剧真的是看得超开心 去学校后和同学聊包青天 还在额头上贴月亮形状的贴纸 虽然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 但还是跟着一起唱 其实我刚进大学的时候 因为知道我会中文也被学姐们要求唱了 包青天主题曲 没问就算了 开封有个包青天 啊啊啊